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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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长心菩萨大 世事长心菩萨大 Zither Harp 要随喜缘分散去 懂得感谢真心 愿我有弥陀的心 念念念不离 无上菩提 请过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祝愿众生 离苦得乐 同臣佛道 同臣佛道 好 请放长 各位 大家慈悲 大家慈悲 念了普门品 大悲咒 佛教的整个精髓 就在慈悲 所以要诸佛以大悲为体 就像做妈妈 她活的就是为了儿女 为了家庭 所以我们学佛 目的就是要展现这个慈悲的力量 当然慈悲的力量来自一颗慈悲心 一颗慈悲心 那边不要讲话 楼上也不要讲话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注意别人 关心别人 说慈悲以不干扰别人为基本吧 所以台湾话说 这人尽世里 这个很有道理 他不会只想到自己忘了别人 所以我刚刚从这边走过来 我跟六个人讲了说 告诉他们不要讲话 结果他们都不好意思说 还是说的没用 那因为念经也好 说法也好 千万不能干扰 因为 不是光我们在听 而是很多众生 很多众生太痛苦了 就像我们在手术室一样 就是要隔离要隔离 怕出问题 我们要救病人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就是因为你要慈悲心 所以你要有一个非常圆满的 一个智慧的状态 就像一个水池非常的清澈 你才可以看到底 就看到众生的苦 因为不然你不知道众生掉在哪里 苦在哪里 所以要告诉我们 慈悲要有一个圆满的空性 这个空不是一个理论 就是从水面上到水底 都要透彻的了解 透彻 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 你就被障碍住了 因为这里面有我直 有自己的分别心 个性 你就没办法展现真正的慈悲 因为 就像我们去放生好了 或是做烟共 我们要很仔细的说 做这些鱼也好 或是做烟共 旁边有没有蚂蚁 有没有什么虫被烧到 所以以前我看他们 很多人去跟人家搬很多木材 都把它弹下去 我一看 里面都是蚂蚁 但是 因为你没有空性 空性就是一种非常细心不执着的细心 空性就是一种绝对平等的力量 不是说我只种我的功德 我要严供 而却忘了那小蚂蚁 所以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圆满 大悲心 所以为了如此各位 为什么诸佛菩萨都站在莲花上面 绝对清净了解一切 却不执着一切 莲花不是一片 百千万片的莲花 但是说 所以你要把很多事情 去分析了解 千万不要产生对立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你有情绪 就不容易讲空性 也不可能有大悲心 那讲到这个道理 各位不能说 我每天读慈悲的经典 我把普门品都背下来 当然有加持力 但是 最主要是你的内心里面 刚刚讲的 从水平面可以反射世界的一切 又可以了解水底最深处 这么清澈的一个心态 但是水又代表柔软的意思 这个柔软的悲心 那你要 所以我们叫智慧如虚空 毫无障碍 所以你才能够显现 慈悲的阳光 那我这样讲的意思 是希望各位不要一直执着在 我很会看书啊写字啊 我能力不错啊 但是你表现出来呢 就 就你还有一个执着 我很会读书 我很会读经 我很会干嘛 就会伤害你 所以 有时候一个老人家 什么都不懂 好像什么话也不会讲 但是他的眼神 他的笑容 他对你的关怀 会让别人感动 就像老阿嬷 他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就拉着你的手 他问你健康没有快乐吗 他躺在那边 他还是关心你 那你会被他感动 原来在外面做个总经理 做经理做美女 还不如跟阿嬷阿嬷都给我们安全感 阿嬷怎么关心我们 为了阿嬷我们一定要健康 不要让阿嬷伤心 但是千万不要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现在因为这个社会 为了成功 为了成名 为了被重视 往往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那就失去了我们的本体 诸佛以大悲为体 而不是以自私为体 为了成功为体 所以目的这个体性 就是母亲的心也叫佛性 就像各位来参加法会 你应该问说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法会 我要慈悲 你为什么到楼上去问杨老师 我刚刚故意站了很久 每个人都问了我 我都会疼 我都会疼 你要不要问我阿嬷你都会疼 大家不要问我都会疼 我想要怎么样不生病 我想要怎么样 我一直在听有没有说 上来今天国庆 台湾怎么办 所有堕胎胎儿怎么办 当然老师尽量跟你回答 甚至那时候你会觉得 念普门品大悲咒不重要 我赶快排队问最重要 我很喜欢分析这些 任何一件事情 我要去找到真理是什么 所以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动机 那这个动机就是 我所做的一切 必须要为对方有帮助 所以我要成佛 我才可以就近帮助对方 所以离开这个帮助众生的心态 来研究经典 来参加法会 乃至读佛学院 乃至做到什么最高的地位 那个都跟佛法相伪的 所以 那这个要随时分析 所以我们佛教有众生慈悲 法缘慈悲 但是真正的慈悲 是无言大慈大悲 所谓众生慈悲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老人跌倒 所以你会帮着 你会帮着 但是这个人骂你 你会打骂 但是你看到老人跌倒 你很慈悲 这个叫众生原慈 可以的 你可以从这边修 第二个法原慈 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佛教徒 所以我不能不吃素 所以 因为我是佛教徒 因为你认为慈悲是你应该做的 这个还有一个我在慈悲 这样 那无言大慈 我们也叫空性的大悲 也叫无虚伪的大悲 就是说 慈悲就是我生命的目的 这个意思 慈悲就是我念佛的意义 因为念佛佛是慈悲 所以慈悲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为对方为众生而死 这个叫无言大慈大悲 同体大悲 他不需要 一定要众生显现 所以很多人很会用苦 哀兵哀兵来接 希望别人对他好 但是有些人就才有这个境界来对他 当然我们要 达到自然的慈悲 无虚伪的慈悲 呼吸便慈悲 办法会都是慈悲 参加法会都是慈悲 今天晚上回家也要去慈悲了 所以在路上都在慈悲 坐车也在慈悲 等车也在慈悲 所以就像你看到别人在排队 今天医院要排队 要看病 我要慈悲 每个在我前面在我后面 我就尽量为他们念大悲咒 祈求观音菩萨加持他们 所以 就像刚刚我听到一句话说 你有在念经吗 有啊 你有在念酒吗 有啊 所以你心里会疼 这是什么意思 众生找你 我不要念 不要念就好了 我老公都叫我不要念 所以我只好在旁边 哎哎哎哎哎 念经是为了诸臂 我们念经念咒之想要去慈悲 如果你想到他们谷为他们念 他就不会找你 知道对吗 你念经慈咒 可能说这是我喜欢的 忘了慈悲来念经 他就来求你这样 求你你就那边痛那边痛这样 所以我每次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 我忘了慈悲 所以 因为我忘了想到他那一部分 这个是被枪打死的 这个是自杀的 可能被踩死的动物 因为我没想到这个嘛 所以他提醒我 提醒我 这一点 所以 有时候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 我在写牌位要慈悲 写归证要慈悲 看讲义要慈悲 办事都是为了慈悲 那你要一直这样想 所以这个悲心 就像光一样 那个时候就自然了 自然了以后 不管黑暗的众生 反正来就得到这个光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痛苦 烦恼 反而是我们修 悲心最好的祝愿 等一下 烦恼即是菩提 所以我们的痛苦烦恼来了 你如果会修行 那你要转为 对众生的关怀 所以我有这个苦 所以我才知道 无量无边众生 有这个苦 跟各种的苦 所以我要为他们而成佛 这个烦恼 怎么去净化 烦恼里面 烦恼里面 这也是个夜暴 烦恼本体是个空性 而且呢 藉由我这个烦恼 来承担众生的烦恼 你要把这个烦恼 转为一种修行 痛苦转为一种修行 所以佛陀说 痛苦是觉悟最好的祝愿 那我们不要逃避痛苦 所以我当然 我希望各位问 但是我不希望各位逃避 如果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一个 痛苦众生的感应 就像你儿子肚子饿了 叫一下妈妈 妈妈被他巴了 不是那个意思 赶快泡牛奶 那我们现在是 这个痛怎么办 要念什么惊 都不好 找医生也没用 找慈悲有用 所以我想就像各位做过妈妈 以后你手痛 哎哟 babybaby你好 妈妈忘了帮你给牛奶啦 既功德啦 谢谢你提醒啊 我赶快为你 我想啊 所有的痛苦 别人骂你 别人找麻烦 都不要伤害你的这些悲心 反而让我们更慈悲 这样而已 那这样以后你就会觉得 佛太重要 所以我要多念大悲咒 我要多念观音菩萨 我要多一点的时间 甚至整个生命都要去关心众生 这个叫什么来 发菩提心 愿众生离苦 愿众生成佛 那是一种生命 这部分在家出家 我认为发菩提心 可以做在家的观音菩萨 可以显现出家的地藏菩萨 佛菩萨是超业这个人 出家是一个小秤的外表 还是解脱道吧 但是慈悲是部分在家出家 慈悲是超业出家在家 慈悲是超业人 慈悲是在六道众生都可以慈悲 所以一个慈悲的菩萨 他会显现做一只蛇也好 做一只老鼠也好 做一只蚂蚁也好 做一个鬼也好 因为四色法 就是说你要跟对方合为一体 叫同事 然后你那么痛苦 你有五分痛苦 我有八分痛苦 但是我这个八分痛苦 你会觉得哇 我五分够痛了 你还八分 这个八分痛苦 还教五分的人 怎么不要 可以超越痛苦 但是如果你不在苦里面 你怎么度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感觉到身体的病苦的时候 你马上要转念 哪一个众生在受苦 我怎么帮他 你不要一直想着 我怎么样不要痛苦 那你太自私了 写牌位是慈悲 但是千万很多人在写牌位是想要逃避 书我特别也下百位 都没超多 吉毛高呢 也没超多 为什么 我说你的悲心 感动不了你的冤情在主 那如果没钱 那就不用超度了 所以有钱没钱 只是你怎么用它 这样 所以我想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有两个堕胎胎儿 哎呀 怎么办 这个世界这么多堕胎胎儿 所以所有世界的堕胎胎儿 愿他们都离苦 我想地上菩萨就这样 自己妈妈在受苦 在发起未众生 超度众生的愿 我想她的母亲不可能离苦 超度不是时间的问题 不是疾变的问题 是你一个愿力为这个事情 所以简单地说 我们修悲心的人 以后开车被撞了 不要想说自己车是什么车 赶快跑去看对方有没有受伤 那因为你是修悲心的 才不会像有一个菩萨说 舒服我女儿乳癌 你修得不错 希望她冤亲在主找你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好好好 我当然要讲好 不然那修你没够了 你 好她不见得要来找我 找我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没欠她债 我可以用悲心 问题她不要找我 因为你女儿欠她债 妈妈更狠 要把她赶走 你怎么不赶女儿走 你怎么赶冤亲在主走 事实上是你女儿欠她 然后后来我跟这个妈妈说 你这个观念是不容易超度 做妈妈抱着这个女孩子说 甚至她说 我是她的老母 对不起 我应该会疼你 疼没有 那个冤亲在主就被你感动 对不对 就像各位常听一个故事 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基督教的妈妈 她的儿子被一个年轻人杀了 她去看那个年轻人说 我儿子死了 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对待你像我的儿子一样 年轻人不得不感动 这是真实的故事 不得不感动 不是另外一个妈妈说 你把我儿子弄死了 你还我命来 你还给他打死 那是一个无名的一种报复 所以我想 这个所谓的慈悲 你必须从思想上先改变方向 不能照顾自己 而是要 你要有决心照顾众生 所以佛教讲空性的意思是说 没有众生哪里有 你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们是不离开世界众生的 所以你照顾众生就是照顾自己 你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 你为众生就是在为自己 所以佛陀才会说 百千万亿黄金供养三宝造佛像 做一切福报 还不如慈悲心一念的功德 所以我们还希望各位多一点七颗米 一点点水 一直干露香也可以 然后我们拜佛 向各位来这边拜佛 每天要观想 所有的佛 所有的观音菩萨 一直在帮助众生 一直在帮助众生 你越痛 因为你身体是温度计而已 这个现在四四四十度 哇四四五十度 哇你转了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考一个题目 假设一个人下了大热地狱 他突然生起了 哇这么热 所有众生很苦的大悲心 请问他会不会超度 那就生饭甜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佛陀体悟 哇原来带众生苦 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那快速成佛也是为了慈悲 他不是为了快 而是为了赶快能够利益众生 原来生起这个悲心 愿带众生苦 是帮助众生最快的方法 那你想帮助众生 反而你自己得到更大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当各位碰到一点点痛苦委屈的时候 先不要抱怨 抱怨就是不慈悲 不能抱怨任何地方 不能抱怨你的先生太太 连这个话都不能讲出来 一讲出来就是不慈悲 因为抱怨恕苦 然后那是两舌 于是无补 只是你伤害你自己 又伤害一次 我们修慈悲心或慈悲禅 就是不断的串洗慈悲 一次 两次 三次 所以让自己一直不停的慈悲 就不敢有一些自私烦恼念头跑进来 因为这些自私烦恼又把我清澈的水弄脏了 我又看不到众生 又看不到自己 那这一点只能在日常生活实修 经典是告诉我们方法 但是不能执着在经典 有些人每天看经典 抄啊 写啊 做功课啊 看到人 人走开你都不想打酒 我来看经典你没看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拜佛 今天一个人在大殿拜佛 有人进来了 想 我为他而拜 这样 要是吗 我为他而拜 所以希望我拜佛的功德 都给对方 他是一个比较孤立的 我要打坐修行 他又来吵我 所以 当然 这心态上如何一下子转变 当然 同经典的文师修 一直去改变自己 然后你所展现的力量才会大 所以我今天定的主题叫 菩萨待众生受苦 首先你要有这个决定 我愿意待众生受苦 那 我们不是来找快乐的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火灾 五浊二世 三界火灾 地狱 所以 地狱唯一的想法 就赶快脱离地狱而已 带着所有众生都不要有地狱轮回苦 所以 这个叫菩萨 菩萨太伟大了 所以 佛鼓励我们大家都做菩萨 发菩提心做菩萨 因为佛陀是要度众生的 每个人 还是我们的友情众生 情 要把这个情 情的本体就是慈悲 你用智慧去净化感情 那你就没有感情的苦 但是你却有慈悲的快乐 那什么是不智慧呢 自私就是不智慧 不自私就是智慧 一切为别人想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必须用行动来达到智慧 不断的不断的 不断的奉献 在被骂 被侮辱 那我还在奉献 大家都误会你 你还在奉献 就像我 我看到很多信徒在放生 我很赞叹 可能随时人家要找他麻烦 报警 或是什么取替 但是他还在做 当然分两种 一种人是 我继续做我不管你 另外一种人是 他做得很柔软 但是他还是做 别人越反对 他越慈悲 对方不了解 我救的是他的妈妈 我手上拿这只鱼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因为他做过你 只是你不知道 不但做过你妈 也做过我们妈 我们两个是兄弟 所以我们在救一只鱼 所以一个要爱他 一个想要说 你不要放他 所以我说 我说你不放他 不是被杀死了吗 你放他 还有机会 就算他死是必然的 他自然而死 没能伤害他 他不用怀着恨跟不甘愿死 他是在一个自然状态 但是你要替对方想 不能一直替自己想 所以第一句话 八大人觉经 菩萨觉知 生死次然 苦恼无量 发大秤心 普及一切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必尽大乐 读经快不快乐 整个像军人的意志力就来了 生命很苦 但是有了这个意志力 就可以超越痛苦 首先 你一定想要做菩萨才知道 你如果不想做菩萨 你也感觉不了这个味道 但是做菩萨 这个叫总性 一个人要受菩萨戒 那之前要发菩提心 他累劫必须修 修很长的音 不然他没有这个总性 小偷有小偷的总性 强盗有强盗的总性 但是菩萨 你必须累劫累世 分分秒秒 一直去培养 这种无分别利益众生的心态 所以各位 不要光为佛教做事 不要为你的师父做事 要为所有众生做事 不要坚持我的道场 你的道场 我的法门 你的法门 千万不要有这个分别性 阳光空气是属于众生的 如何让我阳光空气 水都非常的清净 不要挂招牌 所以菩萨